中国解放军火箭军 以及陆军远火部队 29号在内蒙古 甘肃 青海跟新疆地区 进行多波次射击 被我国国防部全程掌握 国军运用联合清洁人手段 严密掌握 持续监控相关动态 防空部队保持高度警觉 加强戒备 为什么会选择说 其他的就可能在往内陆这边打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他这边可以掌握 不管是残海啦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数据 相对来说 各国比较不容易去掌握 中国内陆幅员广大 可以施射长短程飞弹跟火箭 近期火箭军的动作活跃 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向太平洋相关公海海域 成功发射一发 携载训练模拟弹头的 洲际弹道导弹 因为26号 他们才施射东风系列的洲际飞弹 从海南突破岛链 打到南太平洋 充满浓浓的政治意味 在这段时间 他们其实要去展现出 他们军容的一个壮胜 那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到 在十一的国庆前 他自然就会有这些火箭军的 一些军演 不只内宣 恫吓台湾 中美双方极力磋商 习近平与拜登的通话前夕 中方展现肌肉 增加谈判筹码 对此我国强调 应该安全 攸关全球发展 任何挑衅都将严重破坏 以外区域稳定 国军会强化备战 来因应敌情威胁 三天新闻 上次的刘波齐 看不到